特朗普开始指出香港正在抢走美国的生意,这个绝对是事实。原因是大部分中概股正在回归香港,以避免政治风险,同时很多中国公司都不再考虑在美国上市。此举绝对会强化香港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。 但同时也惹来美国的打压。很多人认为,中概股回归香港的主旋率已经发生几个月。不迟不早,为何要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来?不者认为美国是要把中国的企业集中在香港?更容易管理风险。原因是一旦双方谈判破裂,直接启用所谓的核选项,停止所有跟美元相关的业务。 便可以沉重地打压香港及中国的企业。而香港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,只可以任由宰割。香港最终的命运,只能够在中美的协逢中间生存。 目前的形势等于长期悬挂风险。而这个风险事前所未见的。故此香港的商业地产近日表现疲弱。 不单是因为疫情的影响,更是有公司减低投资。撤出香港的后果,一定会引发长期受压。 商业地产面对的困境更糟糕。住宅至少有刚性需求。供应量不足,就算失业都要住。 商业环境则可以说变就变。尤其是现在流行在家工作。大企业很有可能值此长期减省开支。 令到刚性需求转弱。所以再云云多种资产类别。办公室是最弱的一环。 甚至比零售。商场更弱。除了自用之外,找不到投资价值。倒不如博股票更好。 请不吝点赞。